刚才创世记,我看有些人应该是在上面下来的 记得刚才我说了什么?下来要考试 两个圆,两个行,四个要,三个是 开始出猫了 两个圆是什么?创世记看到神有缘意,人有什么? 缘罪,谁这么大声? 你很聪明的 接着两个行是什么?要与神同行,和遵神而行 四个要,我们从四个人物,阿巴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 看四个要,第一要听从,第二要相信,第三要尊重,第四要看见 接着提到人要祝壇,做两件事,三件事,一件事是纪念过去,仰望将来,纯服现在 创世记祝壇记载最少有八次 祝壇有其他原因 不要忘记过去神的恩典 不要忘记神将来的应许 以至今天能够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与神同行 信徒要学习,又盼望,信徒要学习,去感恩 以至今天生活的当中,能够与神同行 第二堂讲的叫行在神的使命中 行在神的使命中是侍奉的人身,讲出埃及的 行在神的心意中是遵神而行,行在神的使命中是被神所用 出埃及的内容我先提一提整本书,然后再收窄,讲几点我们需要知道的 有些的重点,有些的所谓特色,我会跟大家提一提 分开大概两段的圣经,一至十五章提到出埃及 十六至四十章提到在旷野 一至十五章的特色就是照神吩咐离开旧的生活 十六至四十章在旷野是要照神吩咐开始新的生活 所以你看见上上经文里面出现什么字呢? 就是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照样行 或者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一路这样讲,一路这样重复 摩西以前犯的问题就是自作主张,阿拉伯拉罕也是自作主张 雅各自以为聪明,神所要的不是自作主张,神一要的不是自作聪明 虽然人是要做抉择,虽然人是有聪明,但是不要自作主张,不要自作聪明 神怎么说,你怎么做,出埃及记很着重这一件事 听神吩咐离开埃及,听神吩咐进入迦南 摩西以前自作主张,第七章第六节开始就讲到 他怎样吩咐,就怎样做,怎样说,就怎样做 十六节到四十章,起旷野同样是这样 耶和华怎样吩咐,就怎样行 十三节,二十三章十三节提到 神的要求就是犯我对你们所说的,你们要紧守 二十四章第三、第七节提到 百姓的回应,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进行 这句话挺好,可惜说完之后就忘记了 在旷野开始发怨言,在旷野试探神 最后结局,漂流旷野四十年 说容易,说天下无敌 但是做就无能为力 三十九章到四十章里面,并一共出现了十六次 下面我写完这些经文出来 你回家,不要那么难,回家看看这些经文 出亚及,听了了 出亚及之后,都要听 基督徒信耶稣,信了了 信耶稣之后,都要信,都要听 下面我记得几个字是用广东话 叫做信了,不要不信 什么意思,信了,不要,不信呢 有些人信是信,信完之后就不信 有人说起这个说话很有趣 其实是温慰尧博士说的 很多年前我听他说 很多人信耶稣,基督徒就是 他的信仰是有神论,他的生活是无神论 很多基督徒真的是这样 回来我们听到的,回来我们参加团契的 我们会查经的,查经当中听到的 是完全有神论的 但是离开查经班,离开教会,离开团契 因为他的生活是完全无神论的 这些叫做熟灵分裂,精神分裂症 很多基督徒真的有双重性格 精神分裂 如果在在有人这样 我想你心知肚明 早点看医生 早点痊愈,不要影响旁边的人 出埃及听,出埃及都要听 信主听,信了之后都要听 我自己预备这段经文想到我自己的婚姻 29年前我和太太拉着天窗 1988年6月25日 当时我很记得我们在结婚的时候 我们彼此的誓言 为什么我记得呢? 因为这个誓言还放在我的房间 所以久不久她出来看看 不是我太太叫,而是我自己看 因为经常忘记自己答应她什么 你知道吗? 男人有时候这些事很善忘的 特别是结婚的誓言 有些人不知道放在哪里 但我有个包装是挺漂亮的 就是装文贫那些 有时揭开来看看 里面我记得有一句说话 四个字叫做揭尽所能 里面我答应我太太要揭尽所能 让她有一个幸福的生活 过了29年 我苦心自民 我还未曾揭尽所能 我觉得我还可以做得好些 有时结婚的时候什么都可以 结婚后好像什么都不行 如果说中了不要举手 特别是你旁边有人坐的话 回家才会举手 我不想今天崇拜有什么发生 常常是一样的 所以有时我会提醒自己 我看圣经里面提到 譬如针言书有说 喜悦幼年所娶的妻 马拉记书第二章说 不可以诡诈代幼年所娶的妻 我自己思考这些经文 为什么说幼年所娶的妻 刚刚结婚 度蜜月 新婚都很开心 最终年日 人会变 环境会变 会有不同的问题出现 不要忘记当初我们的事宴 以忽水第二章说 要好像基督爱教会 是如何爱? 为教会蛇名 现在听老婆说多几句都不想听 第三句都未到就睡着觉了 是吗? 怎样为她蛇名呢? 很难 比特前书第三章说要按情理来代太太 所以常常看这些东西要明白 真是结婚的时候要承诺 结婚之后要遵守承诺 出埃及的时候 照耶和华吩咐 出埃及之后 都要照耶和华的吩咐 信主的时候信了 信了不要不信 信了不要不信 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都是生命的主 信他有生命 听他有生活 听他有生活 再好的婚礼 都不能够担保美满的婚姻 信主哭到晴天霹雳 那倾盘大雨也好 你言之后你要听主才行 我信耶稣也很感动 哭到 真的相信 不过我这个人是很懂得哭的 但信主的时候很感动 但信主之后仍然需要去听从主才是对的 16到40章 当我去看 或者你回去再看出埃及记 你会看到有两件事很特别 在旷野当中 有十届 颁布十届 旷野当中建立回幕 两件事你看的时候 有一定的含意 意思是什么呢 神要求人 是要与神同行 神提醒人 人是需要有神的同在 同行和同在 我自己读神学的时候 说到出埃及入加南的时候 提到这个地 这个地 有一个叫地的神学 地的神学就是提到在这个地里面 有一定的生活要求 有一定的需要 一定的生活 一定的需要 生活是什么呢 就是与神同行 需要是什么呢 有神的同在 创传细记的时候 人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聚使人与神分开 神要人与他同行 以至他能够与人同在 这个地的神学 形容在教会当中一样 教会做一样东西 不只是要将人聚集 教会做一样东西 要聚集的人要学习一样东西 与神同行的生活 回到来教会的时候 不只是说他们要记住 回来 回来学习什么呢 学习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的人 能够有与神同在的生命 这件事是必须的 是必须的 曾经有人问我 为什么中国的家庭教会 在这么缺乏的情况下 能够成长 他很多东西 他都没有 但是我说他有的一样东西 就是与神同行 和有神同在 我常常被一个西人教会提醒他们 就是说 以马来利是很需要的一样 你需要 我都需要 以马来利就是神与人同在 要神与人同在 必须要人与神同行才可以 当我看《出海夹记》 十九章第六节 有只圣经 令我都觉得很多反思 神和百姓说一样东西 他说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 然后为圣洁的国民 圣洁的国度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对神的服侍 圣洁的国民代表什么呢? 代表神对人要求的生活 人对神的服侍 和神对人的要求 原来是相互相成 缺一不可的 两个都要的 有要求有条件 事奉和生活是不可以分割 生活是会影响事奉的 所以神要求我们说 你要有祭司的国度 但是同时你要做圣洁的国民 是不分开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我儿子聊天 说我要去教会讲道 他问我说什么 如果我没有记错 我记得是说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我提到信徒如何将自己奉献给神 我记得我的儿子 当时他拿了一个厨房 拿了一个洋葱给我 他说 爹地你拿这个洋葱去讲道 我问他为什么 当时我的儿子 我认为都是 未到年纪 十一二岁 他说你拿这个洋葱去告诉弟兄姊妹 基督徒就好像一个洋葱 我说什么意思呢? 他说我们奉献给神 我们不是一部分奉献给神的 不是支离破碎 是整体奉献的 基督徒就好像一个洋葱 每一层都有基督的香气 正如每一层的洋葱都有洋葱的味道 其实我觉得他去讲比我去讲 对不对呢?是对的 基督徒今天我刚才所说的 有些所谓熟灵的分裂症 有时我们也有一种叫做生活分角性 回来教会 个个都很熟灵 离开教会 个个都不是很熟灵 不要这样做 祭司的国度 圣洁的国民 行在神的使命中 要与神同行 有神同在 所以我常常求一样东西 大兄姐妹早上起床 当你祈祷 求什么呢? 我求两件事 第一件事 求神保守我 求神保守我 能够与祂同行 因为当我求神 保守我与祂同行之后 我能够同样求神 施恩与我同在 两件事我想求 今天起床 盼望今天里面神保守我 不要不与祂同行 以至到能够有神的恩典 让我能够有神的同在 祭司的国度是来自圣洁的国民 教会当中要注重什么? 注重不只是我们的侍奉 要注重我们的生命 不只是注重在教会当中如何 都要留意在教会外面如何 因此是需要 果子都重要 因此需要有财干 果子需要有品格 财干需要是装备 品格需要是建立 装备是要注重 建立是要看重 装备和财干 提到我们人所作 品格和果子提到人所示 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你们都没有 不过我再说一次 祭司的角度来自圣洁的国民 因此和果子 因此是需要财干 财干要装备 品格要建立 财干要注重 品格要看重 财干是说我们做什么 品格是说我们是什么人 不要只是看一个人 他本不本事 要看这个人 他的生命是怎样 财干的装备要注重 品格的建立要看重 刚才一句说什么 信了 不要不信 第二句是什么 碰了 不要不碰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做的事 你碰了 你做的事 生命不要不碰 生命不要不碰 所以两件事 信了不要不信 碰了不要不碰 第二件事说 就是出拉监记的使命 这就是集中说少少 提到我们侍奉的人生 与主同行是为了与神同工 同行的信徒是一个侍奉的人生 每个人做事总有他的原因 你做也好 不做也好 有原因 是好识给你 好识给你 叫你吃饭 不吃 有原因 叫你吃饭 你吃又有原因 人总有原因 在乎你想不想做 神吩咐摩西跟他说 你要带我百姓离开埃及 摩西说不行 他说我是什么人可以去见法佬 他有很多原因 他说就算我去的话 他的百姓也不听他 就算听的话 对不起我不会说话 他说很多很多的理由 摩西有很多的难处 很多的难处 后面出一句 第3、第4章写完这些东西 有时候我们要服侍神 我们有很多的理由 说我不行 你问我 我做大陆事工做了二十几年 我初初做的时候 有人都跟我说 你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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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事情我真的很不习惯 特别是从来没回过中国 我最初一开始做大陆事工 有人说你不行 我说为什么不行 第一件事很简单 你不会说普通话 就算你懂得说普通话 也就是你以为你懂得说普通话 今天很多香港人以为自己懂得说普通话 但他们的普通话 只是香港人懂得听的普通话 因为根本是在说广东话 所以他说你不行 他说你里面你不习惯 你不懂 你不懂中国里面的文化 你不懂教会的文化 你怎么去做呢 很多很多的理由 当时我说我不知道 总之你让我去试 你让我去试 你让我去试 让我去做 借口是很容易的 但人需要愿意去做 百姓的使命和难处都是有的 有个说话 就是用我的百姓去 英文说得很好听 叫做Let my people go Let my people go 说了很多很多次 这里我写下来很多很多次 说Let my people go 用我的百姓去 到底去什么地方 去做什么呢 你读出来他知道 就是要去到抗疫的地方 是不是 做什么呢 去到十二章三日一节 法律说算了算了 你们去吧 那去做什么 去侍奉耶和华 去侍奉耶和华 原来侍奉耶和华 说是基督徒应该做的本分 是最基本的责任 差不多等于我们人的生命 需要呼吸 是很基本的 师奉耶和华 但是基督徒很多时候 他没有侍奉耶和华 他没有侍奉耶和华 有时候不是说 不是不要侍奉 而是他不能侍奉 为什么不能侍奉 刚才说过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装备 我们没有保守 当我们生命不好 当我们没有这样的操练 我们很难侍奉 有些人说他不是不行 但是他不想 有些人想他不行 有些人得他不想 今早说 今早是不是今早说 精忠报主 是不是 精忠报主 有些人不精 但是很忠 有些人不忠 但是很忠 有些人又不忠 又不忠 神要的是又精又忠 这些有些人说 他不是不想 但是他不行 有些人他不是不行 但是 是的 有些人他不是不行 但是他不想 他不想 他不想 为什么那些人会不想 事奉 当然有时真的 提醒一下 就是 今早我和黄牧师聊天 我都跟他说 好像你说我今天要说的 有些人不想 因为他觉得 事奉神太可怕了 有些人说 事奉神太可怕了 为什么这么可怕呢 有时你看到 我常提到 事奉着的人的榜样 是很重要的 事奉神你开不开心 虽然我说到 整天都成头大汗 但是我是很感恩可以说到 我希望你能感觉到 我不是觉得 快点说完 你们不要看着我 其实被人看着 是很害怕的 你知道吗 但是你要明白 就是 事奉神 有些人说 为什么他不想做 他不是不可以做 也不是不想做 有时我常提到 同工 你事奉神 不要做到 吓死人 有些人不想做到 吓死人 比如有个 我记得我认识教会的执事 他在教会 开会 哇 真是 不是抹汗 拿着那些药 那些摊 来 不停拍 哎呀 开会了 突然会看到 哇 怎么这么恐怖 教会 我问你 能否可以帮忙 说 我希望能够平平平地走到几年 不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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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思奉神开开心心 记住是一个恩典 比特前书帝影章 不可以勉强 而是甘心 其实这次我也是自动献身的 不是用牧师说 你说这几课不一样 不是我自己 千千不要自己弄过 是我自己甘心情愿 我说不如说几篇不同的 这样来做 事奉要开开心心 第一,他不想因为他害怕 第二,他太辛苦,他害怕 他疼痛,他疼痛自己 他不想那么辛苦 其实很多时候事奉不用那么辛苦 今次我说过就是按神给你去做 事奉不要勉强,不得不要勉强,勉强没有幸福 有些人经常说不行,我要做的不行 你以为没有了地球不转吗 做到自己入院,那你干什么呢 我觉得没有需要,不要看自己那么伟大 我不是鼓励你们不事奉,因为五目师坐在那里 可能以后都永不超新,已经没得来的了 我不是这么说,我觉得量力而为 第二句就是尽力而为 我经常说,量力和尽力 事奉神有些人说,用我的百姓去让我的人去 让他们服侍 去服侍 John Maxwell说的教会里,服侍的人真的很少 做决定的人百分之五 做事的人百分之二十 剩下百分之八十 看你造成如何 死定了 你明白吗 真的 所以大家一起来 今年是宗教改革五百周年 对不对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叫做全民皆祭司 The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全民皆祭司很重要 你刚才说过 是圣洁的国度 是祭司的国度 圣洁的国物 对不对 你是应该服侍的 应该服侍的 我们常常跟别人说 有人说 侍奉的侍奉的 给你 施比寿更为有福 那为什么你不要 不是的 给你 不用了 你真的信的话 你去服侍神 要的话 要 就不好不行 有没有写的 要就不好不行 不要得都不行 行不行 要的话你就不好不行 如果你想服侍 去学 去学 今早以林姊妹分享 其实她 安徽 安徽省 一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 她以前都不是怎么碰碰牢 当我们问 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童工 她说好 我试 我学 两年多 负责四百多个学生 做得不错 做得不错 有心 给装备子 给装备子 你要学怎么去做 要就不好不行 不要 行都不行 有些人真是诈傻 假扮的 明明很聪明 是吗 我是人类的吗 我不知道 有时被你击死 我信了主吗 不是很感觉 你当然不感觉 害怕别人叫你做事 所以这里说 让我用我百姓去侍奉神 人没有理由不侍奉 人总有理由不侍奉 今天不要诸多借口 今天教会需要你 有没有见过一些广告 讲 美国想要你 是不是 美国想要你 每一个人都要 神需要我们参与服侍 第三个我要提 有四个重点和大家分享 出埃及侍奉的要求 如何能够侍奉神 如何能够侍奉神 第一件事你要放下 放下你的重担 当摩西同法老说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百姓去侍奉 法老第一个反应就是 将更多的功夫 加给他们 做死他们 叫他们牢牢 以至不听虚方的言语 意思是等你望 望到的地步 你没有空去听虚方的言语 虚方言语是什么 英文叫pay no attention 意思是什么 你没有空去理 你应该理的事情 虚方言语是在法老来说是虚方的 是没有意思 是不需要的 是什么虚方言语 就是去侍奉而我还 有没有听过有人说 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 在教会那里 我有时候会问 什么是浪费那么多时间 在教会那里 为什么看剧 你就不觉得浪费那么多时间 那些什么韩风 韩剧 你不停在那里煲 煲到焦了都还在那里煲 还要去韩国 哇 又不见你这么神心去朝圣 是吧 怎会是虚方言语 有时在生活中忘记了 忘记了我们本分最基本的责任 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 基督徒有所为有所不为 没有因为忘记而忘记我们的使命 很多事情真的不是必要的 最近我在多伦多 我现在就要卖一间房子了 因为儿子要走了 女儿要走了 不是真的大了 不是我赶他走 卖一间房子的时候 我发现真的 我家里有很多东西 多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东西 很多东西都放在那里 我真的好看一句话说 其实我们家里面很多东西 真的不必要 当你搬家你就知道 但很多时候真的被这个世界欺骗了我们 因为家里多东西 家里就安全 其实家里多东西就是家里小了 我记得有一年我在讲福堂 跟一个团契讲所谓基督徒的生活 说完之后 有对夫妇 他真的听话 我家里有很多东西没有用的 不如你去变卖了他 或者捐给他 他真的很好 他真的回去真的变卖了些东西 下次我再跟他说 徐弟兄很感谢你上次这样提我们 我今天房子大了很多 我衣柜大了很多 这些人的衣服都是多得不得了的 这么多做什么呢?安全一点 其实你穿不到的衣服 放这么多做什么呢? 简单一点就好一点 有时真的太多东西了 有时我这里提了两句话 其实不是不要 但是不用那么多 第二样就是 不是不要 用不需要那么好 我真的不明白 香港人真的很富有 我每一次回来 听到我的朋友 我的亲戚都要换电话 是很厉害的 最近刚刚出了iPhoneX 哇 真的 他们真的很厉害 我说需要不需要呢? 我儿子还在用iPhone5 而且我佩服他就是 面子已经碎了 我说你看到了 他说爸爸你看不到 我看到 但最近他真的换了 因为真的不行了 那个motherboard已经有问题了 终于他又买了iPhoneXe 还是se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有时我说不是不要 我就跟我的儿子 我很疼我的儿子 我说换个iPhoneX 换个iPhoneX 他说不不不 这个足够了 其实够不够用呢? 是够用的 够用的 我再提大家一下 有时那些人是更重的功夫 你对生活里面要求再多一点 再高一点 再多一点 无止境 自己懂得怎么样? 生活有条底线 是吗? 忙到地步 忙到自己都没有空 忙到自己都没有空去参与 那些人都不能高 那些人都不能高 困起埃及 放下 圣经提到我们的一件事就是 謹慎自首 免去一切的贪身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度丰富 只要有衣有食 就当知足 简薄的生活 往往能够换来 丰盛的生命 我曾经听过一个例子 说那些人捉猴子 那些土人捉猴子 就是 找椰子壳 开个洞 里面放些花生 等那些猴子来 他就拿去花生 拿花生的时候 因为那个洞 刚刚把手放进去 进去拿了花生 就出不了 明白吗? 那个洞在那里 这样进去 删掉了 就出不了 我当我看这个故事 我就问我自己 到底他拿了多少粒花生 才出不了 我告诉你 答案就是 他不拿花生 他都出不了 只要他合起一只手 他就出不了 贪心不用多 一点贪心 足以致命 这是什么广告 一点贪心 足以致命 这个世界 你永远都不会饱 所以我非常知足 其实我两三年前 就换了西装 这些西装 都不是我 是我姐夫 这条胎 我不记得哪个送的 这件衣服 我就知道哪个送的 我说 有时候 是不是需要这么多呢? 我们来港度 不是时装表演 是不是? 下次再说 要跟道 是比较配的 需要不需要这样呢? 是不是? 我经常觉得 只要你穿衣服便可以 是不是? 需要不需要 这么讲究呢? 我又不需要 整整齐齐 不要披头散发便可以了 简单 多些时间 多些时间出来 生活是需要照顾 但是有时候我就是问 是不是需要这么多呢? 是不是需要那么好呢? 希伯来书说的是 放下各人的重担 脱去容易潜入我们的罪 全身忍来奔下 摆在前面的路程 放下是为了承担 放下是为了承担 其实每一次 当我去不同地方港度 准备港度 都真的很花时间 其实这一份东西 我很早完成了 我们加拿大感恩节的周末 没有多久之前 10月中的感恩节 我再看这一份东西 我再去想这一份东西 再去看每一集的经文 你以为我用了多少个小时? 用了20个小时 只是看我已经写好了 已经写好了 20个小时 你说是不是很多东西我可以做? 其实很多东西我可以做 其实很多东西我可以看 但是我说如果你想承担 你要懂得放下 人们的手是有限的 人的袋是有限的 你能够胜在就是这么多 所以人生你需要选择 到底我怎么用我的时间 甚至我怎么用我的今次 以至能够承担神给我们的使命 与神同行的使命当中 人的重担要放下 人的重担要放下 不是叫你不承担责任 不是叫你不顾生活 我觉得你自己要懂得去衡量 第二件事要说 就是要照神的心意 接着有些灾临到 摩西再去见法老 法老跟他说 他说 他提到就是 法老召了摩西来 阿伦来说 你们去吧 在这个地方祭祀你们的神 摩西说 这样不行的 如果把埃及人所厌护的祭祀 也说我们的神 埃及人不允许的东西来祭祀 埃及人拜很多兽 如果这样的话 埃及人会用石头打死我们 我们要去抗野行生命的路程 照着说我们神所吩咐我们的祭祀 去祭祀祀 重点在什么呢 照神吩咐 照神吩咐 有时候我们侍奉神 不是没有 但是不是神所要的 刚才我说的创世 提到阿伯拉罕 75岁离开哈勒 接着到99岁 有差不多25年的时间 到100岁的时候 才生神所要他生的原生 之前中间自作主张 整多个以色玛丽 自作聪明 我们不是没有 但是不是神所要的 神所要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没有做到 2013年5月 是教会三周年 我没有说错 是不是三周年 2013年5月 是的 三周年我在你们当中说的 其中有一堂叫做一身何求 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里面我提到我和太太之间 一段的对话 有一次我和太太说 我说你嫁给我 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我不是问她是否后悔 我只是问她你觉得怎么样 有时候我 有时候我觉得姐妹又不懂得赞大兄 大兄又不懂得听姐妹说话 但是你赞老公不会死的 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 我就问她 她就说 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 我觉得我自己不错 我真的不错 你举一下例子 没办法 你又不肯说 我自己说 我觉得自己不错 他又再问 你觉得自己怎么不错 我说真的不错 你举一下例子 你怎么好 那好吧 没办法 你又不肯说 我就说 我跟她说 其实在家里面 我去很多大兄姐妹的家 去吃饭 去大家聊天 有时候我们吃完饭 我发现 很多时候 那个姐妹 她都很肯去收拾碗 洗碗 我说 在我们结婚这么久以来 我们有时候 帝兄姐妹过来吃饭 朋友过来吃饭 煮完饭 吃完饭之后 我说我都很主动去洗碗 不用你叫我 我都会去洗碗 我说 不单止我洗碗 你知道你老公好得如何 你老公还洗衣服 你老公不知道 帮你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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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以前穿八折裙 那条裙真的 我还在洗衣服 老公真的天下无伤 很难找 我真的觉得自己非常好 我真的要为你老公感恩 怎样说完 我老婆说了什么呢 她说 你做了这些事情 但你知不知道我想你做什么 我说完这么多 你还问你想我做什么 我都觉得你挺贪心 你说你想我做什么 她说 你知不知道我想你做什么 我问她 你想我做什么 姐妹是很喜欢帝兄和她聊天的 但是帝兄很多时候不懂和姐妹聊天 说不够三个月就睡着了 还要扎地扯上避寒 我说你喜欢这些事情 然后我又情不自禁就问她 难道你不喜欢我洗衣服吗 你不喜欢我和你洗衣服吗 我都做得不错 她说我不是不喜欢你做 但这些都是你喜欢做的 我真的很喜欢烫裙 我又很喜欢烫衣服 你想想想 乘扎衣服 洗完衣服 然后一件都拿来烫 烫完之后 直奔奔挖回到这边 哇 真的 五六分钟 就很有成就感 很难得 成就感 这么容易拿到 洗碗一样 吃完饭 整宅都放在星上 然后洗干净 排在这里 真是很漂亮 拍张照片 这是我的战利品 我老婆说 你很喜欢洗碗 她没有说我变态 她说你真的很喜欢洗碗 很喜欢洗衣服 问题是什么 那天我常常在做这些事情 其实我不是讨饿太太欢心 我是做一些我自己喜欢做的 明白吗 这里侍奉神说什么 他说 只要耶和华吩咐 只要耶和华吩咐 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 是很不同的 人有时候不是不知道要做 人不想知道要做 人甚至假扮不知道要做 甚至假扮不知道要做 常常我们说不知者不罪 我不知道 所以有一次我请了弟兄去听道 他死都不肯去 最后我发现了 他看着我为什么不肯去 他怕听道听道道 你明白吗 听道道很大事 你知不知道 听不到道就没所谓 是吗 但是如果一个港台有道出来 听道那么惨 那你要做的 是吗 你不做你自己知道的 免得内疚不如不要听 是不是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那就没事了 人是怎样 人是奸到这样的 可以 明明懂得听 假扮不听 假扮不懂 只要耶和华吩咐去做 你就去做 人不遵神而行 神的荣耀受亏损 人不遵神而行 人的生命受亏损 与神和人的使命当中 人的重担要放下 人要照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要遵行 神的心意要遵行 第三样东西 同心合意 接着他再去见法老 经过了一两个灾之后 法老跟他说 你们去吧 他说 那人要去是谁 阿西话 老的笑句 笑的儿子女儿同去 且把牛群融合一同带去 因为你没有要向耶和华 首节 法老跟他们说 用你们同苦人去的时候 又要你们同去吧 这些好像晦气的说话 但是他说 你们謹慎 有祸在你们眼前 不可以都去 他又收回这句话 你们壮年人去吧 壮年人这三个字 英文就叫man 就是你们男人去吧 意思是什么呢 太太子女留下 很简单的问个问题 太太子女留下 请问这些男士们 去得多远 去得多远 不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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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条线扭着 你走不了远 除了那些很想离开他太太的人 多谢法老 即走 侍奉的人要很小心 这里提醒一件事 有句话 下面有说的就是 你要全心全意 你就要同心合意 事奉的人要小心 小心我们的家庭 今天国内教会 很多时候出了很多问题 就是传道人的身体很糟 出了很多问题 就是传道人的家庭很糟 为什么 因为他忙于事奉 无瑕兼 我试过有一次 在几个教会 讲的题目 叫做家庭与教会 这是教会给的题目 去到团长 我记得叫David 他跟我说 徐弟兄 我们很需要你讲的题目 为什么 因为你很难选择 我都不知道要家庭 还是要教会 有家庭就没有教会 有教会就没有家庭 我们兼顾不了 不知道怎么办 我记得当时就回答 我说很简单 今天你想呼还是吸 是不是 你会不会说我兼顾不了 我呼得来就吸不及 我吸得来就呼不及 会这样吗 我说不会这样 两样都要 没有人叫你选择 这家庭不是如意红掌 是不是 这家庭不是如意红掌 这家是我们基本生命的需要 你不要说我只是想呼 那你就可以呼 很快的 很快你不用再呼 只要吸得来 慢慢涨 涨到差不多了 你就玩完了 不是让你选择的 我们是并存的 所以上次的题目 不要以为自己很英雄 不要以为自己很伟大 家庭又不回去吃饭 家庭的东西又不理 然后觉得自己 你看我多爱神 这个不是爱神的表现 这个是叫做目中无人的表现 人千万不要这样 我上次提到弟兄姊妹 是要侍奉 是要侍奉 事做不完的 钱赚不完的 不要忘记你身边的人 我自己记得 当我奉献读神学的时候 我自己有决定 当时我还没结婚 我自己有个决定 我一重礼祈祷说 我盼望将来我服侍的时候 我们不要在我家里讨厌神 我不希望在我家里讨厌神 我希望我的子女 我太太 我是肯定以我的侍奉为维 risky monitor 我很记得我的儿子小时候,当我要去中国的时候,那时候两岁的女儿还没出生,她又不舍得我去 我让她走下去抱着我的大腿,爹地不要去啊,不要去啊,他说Stay with me,Stay with me 我说不行,爹地要去,第二天一走飞机,我很记得那一晚,因为他不听话,他去搞搞阵 当时我的儿子很白烟,因为我不听他说,他又没法,晚上11点的側角行李,走去厕所,扔毛巾进去厕所那里,冲,你不知道做什么呢?把厕所塞掉 我晚上要拆厕所,真是怒气,真是很怒气,我就打他手掌,后来就回了房间,我收拾完东西就想跟他说再见 但是进去房间,他背着我,我以为他睡觉想走,但是走之前我听到原来他在那里哭 但是我不是不顾家,我也很不舍得我的儿子 但是我知道我没有什么可以安慰他 我记得那天我上飞机,我一上飞机想起我的儿子,我就哭了,旁边坐着人 他说这个男人为什么这么怕坐飞机,飞机还没起飞,他就在那里哭了 我不是忍心,我想说,我很想念我的儿子 我很想念我的儿子 我很感恩就是,后来有个女儿,然后有一次我出门要去中国 两个儿子都下来,一人抱着我一边大腿,我又来 我说已经很久没有这一刻了,又来吧 但是他抱着我,不是跟我说,爸爸不要走 他很好笑,我的儿子跟我说,他说,爸爸,你能走 我们就帮你祈祷了,我们祈祷了,走,走 这个就会不同的,明白吗? 我说是,侍奉的人,下面讲很重要 你要全心全意,一定要同心合意 你要同心合意,就要有心有意 什么意思呢? 不要做一个不把你的家人打起心的 我家里不一定结婚,你有父母,你有兄弟姊妹,你有子女 有一种侍奉官,我叫超级扭曲自以为是自我中心的错误侍奉官 这个神学没有,是我自己写的 超级扭曲自以为是自我中心的错误侍奉官 其实两个都是牧师,太太和丈夫都是牧师 师母跟我说,你帮我劝他,他做到最近,做到抽筋,真的抽筋,面部局部抽筋 压力极之大,后来我约了他出来吃饭跟他说,我说需不需要这么厉害 他说做不完一些东西,我说是,你就一路尽力量力而为 不要做到你家里这么担心,他有两个儿子 做到他局部面部,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有医生你会知道 局部面部抽筋 他说是做到这样,现在好一点了 这个我叫什么呢?我改了名字,刚才我叫超级扭曲自以为是自我中心的错误侍奉官 这个叫面部扭曲自尋短见自我摧残的错误侍奉官 我们以前几个同工,牧者聊天,我们讲笑 有时真的,你知不知道那些人跟我们讲笑,去接飞机 接全道人很容易接的,没有照片都能接到的 为什么呢?他说最残忍的就是他 那糟了,你一定接我不了,是不是? 我又不是很残忍的,我是眼睡一点点 为什么要这样做到这样呢? 若书下记说,至于我的家,必定是奉与我 不是你,我们叫做,不是你单独孤身上路的 不是你单独的,是你和你家,你和你的家 两个人不同心,怎能够同行呢? 不要一直走后面,有人在扯着你的脚 出得舒舒服服,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他说,如果你不是这样,怎能够管理自己的家呢? 人如果不堪顾亲属背了真道 比不尽人还不好,不堪顾自己家里的人 更是如此 所以我常常提醒这些弟兄姊妹 我们要顾念,不只是同工传道人 顾念弟兄姊妹 服侍弟兄姊妹,多点关心他 不要只是问他做成如何,问他的人如何也好 我以前死一位弟兄,死一位都是传道人,未安立 他身体不好,后来同教会申请暂停 暂停他要医好他的身体 有一次我约他出来喝茶 不是喝茶去加拿大一家叫Tim Houghton 他去那里喝咖啡聊天 我问他最近有没有回教会 他说有啊有啊,弟兄姊妹都很关心 他说关心什么,关心我什么时候回去 我说有没有其他东西?没有了,他们只是问我什么时候回去 为什么他不关心你呢?他说我不知道,但他经常问我什么时候回来 可以复职 为什么你不关心他的身体呢? 是吗?你明白吗? 关心他吧 在大陆里面,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大陆做培训的时候 我认为一班大概40个传道人来自不同地方 我说有时候我们自己要小心,不要无端霸事把我们太太奉献 不要离别人同意把你的子女奉献 意思是什么呢?你不理他们 你不要理他们 不理他们 结束之后,有个牧师过来跟我谈 他说徐弟兄,谢谢你刚才提醒我 后来打电话回家,跟我太太道歉 跟我太太道歉 因为过去我一直以来就是觉得我是大了 我要福尸神大了 他们不可以阻挡我 一直都没有怎样顾家里的事 所以每一次出来,长期这样做的时候 他发现他和家里的关系很疏离 而且每天出来有一个很强烈的罪咎感 很强的罪咎感 他说不行 这次打完,他说这次我回来再继续听课的时候 他说现在舒服点 心里面知道回家要做些什么 与神同行的使命当中 人的重担要放低 神的心意要进行 第三,家庭的责任要承担 所以作为教会的同工 我再说不只是教母同工 所有服事的人 我们要关心的 不只是他做什么 都要关心他的日 需要什么 其实刚才 今早我和太太聊了 聊了大半个小时 所以今天来晚了一点 我一般很早来的 今天晚了一点 说起我妈妈的情况 我妈妈的需要 无论我怎么样忙 我妈妈最近八十九岁 身体不太好 我们都很担心 我今次有提到我爸爸 我爸爸是一个很强烈的人 他不喜欢麻烦子女 他说有什么事我自己承担 不要害子女 他住进老人院因为他中了风 他走不了路 我们去探他 他都说你不要来探我 我爸爸一直都拒绝子女 给他的照顾 我妈妈他不 他很需要子女的照顾 我妈妈没有我爸爸那么坚强 所以当我妈妈不舒服的时候 我今年是非常非常忙 但是每逢我妈妈说要出来喝茶 我无论怎样忙 我都要放下一些东西 我可能迟些做多一点 迟些留来一点 当妈妈有需要 我不可以不理 我不可以不理 所以希望大家同意一样 同心合意才可以全心前意 最后一件事毫无保留 法佬叫了摩西来 你们去侍奉耶和华 只要你们牛群羊群要留下 苦人鞋才可以跟你去 给你去 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犯祭星给我们才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 身族都要带去 下面这句话我很喜欢 叫连一提也不留下 一提也不留下 全都带去 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 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 未到之前我不知道耶和华要什么 所以他真的做足准备 神要什么我们要预备好 神所要的我们要给祂 因为不知道神要什么 2013年我说《一身何求》 我有提到事奉当中 到底我们基督徒的事奉 和我们人吃自助餐有什么不同 基督徒的事奉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能做的东西 我们绝对不会做 我们不能做的东西 我们都不会做 吃自助餐就是 能吃的东西我们会吃 不能吃的东西我们都会接近 因为是自助餐 付了钱 不要有保留 也不要小限我们自己 每个人都有用的 每个人都有用的 你所没有的 神是不会要的 但你所有的 神可以全数之取 教会好像拼图一样 少一块也不行 有没有试过买拼图 我从来不做拼图 因为我没有耐性 还有眼力不太好 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喜欢拼图 2000块 3000块 快快差不多 我不明白 在那边斗 在那边斗 当然他有方法 后面分开一份份 但我也真的不太明白 我试过帮孩子买拼图 如果你买拼图 譬如说不要说5000块 200块的拼图 他说这盒 我们打个7折给你 为什么 因为少了一块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买 这么好吗 便宜了30% 好啊好啊 买一买 买回去我的孩子也不收货 怎可以少一块拼图 我告诉你 不可以少了这些教会 千万不要说 多我一个不多 少我一个不少 这是什么 这个是藉口 什么是少我一个不少 多我一个不多 是不是这样说 是少我一个不少 每个人都要的 每个人都有用的 一提也不留下 明白吗 一个不留下 你知道了 宗教还有一件事提到的 刚才说的全民皆祭司 是吗 刚才说的这件事 另外有说 一定要回归圣经 是吗 人的重担要摆下 神的心要遵行 家庭的责任要承担 神所要的不倒立 不倒立 都要给神用 所以四件事 第一篇提的是什么 行在神的心意中 遵神而行 两个缘 什么缘呢 缘意和缘罪 两个行什么行 同行和遵行 四个要是什么 要听从 要相信 要尊重 要体见 三个时间 过去将来 现在 纪念过去 仰望将来 信服现在 第二堂说的是什么 行在神的使命中 被神所用 两个不好是什么 记不记得 信了 不要不信 碰了 不要不碰 司奉有四个要 有四个要 是哪四个要 放下重担 遵行神意 承担责任 吸神所要 我加了四个 广东话的配词 是什么 放下重担 不要不放 遵行神意 不要不听 承担责任 不要不理 吸神所要 不要不给 行不行 只记得三个字 叫做 不要 下面那些就忘记了 第一个是不要不放 第二个是不要不听 第三个是不要不理 第四个是不要不给 不要不给 不要不给 与主同行的人生 是一个祝坛的人生 要遵神而行 与主同行的人生 是一个侍奉的人生 要避神所用 下面那里说什么呢 有几个问题给大家 刚才我在上面那里提了 我看到有些人说不是 还要听完道去做功课 我已经很给面子了 听完整篇 刚才我在《创世纪》里也有提 希望大家不单止明白 创出利民的一些新的教导 而且能够对这些教导有些回应 所以四个问题 你今天回去做了它 第一个问题是 生活当中有什么事可以减少 以至可以有更好的事 以至可以有更好的事 刚才我说过 不是没有 不用那么多 不是没有 不用那么好 第二个问题是 教会有什么事奉 知要做 或者能够做 但是而未做 问一下自己 为什么没有做 怎样可以做 这些叫思考 很多人就听完算了 就不想去想 但希望你回去想一想 第三就是 家里面有什么责任应该承担 事情应该完成 而没有做 家中哪一方面 要改善 或者改变 我每次出门都有一个责任要做 就是帮我全屋洗完衣服 就是搞定了 确保他们够衣服穿 我真的怕我回来 他们在赤身露体 这样就不太好 所以每次我出门之后 一定会洗完衣服 我临出门 我礼拜四出门 我礼拜三晚就洗了三机衣服 就是帮他们洗完 整理完整 摆了整理完整 整理完整 就确保他们有衣服 有衣服 那才上飞机走人 家里有什么责任 要承担有什么事 我先说 不是说到我太太 什么都不做 先说明 你现在传回去 我很大罪 你知道吗 我太太有其他事忙 例如鼓励我 欣赏我 称赞我 她做这些事 她有做很多事 家里有其他事 例如日用品 吃 买菜 煮饭 很多事 还有家里的财务 很多事她要照顾 说清楚 因为我要很小心 因为我希望我能够全心全意 一定要同心合意 不要弄得我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所以大家要留一留意 家中有什么方面 需要改善 需要改变 我跟你说 爱家里真的没有做 真的没有做 第四样东西 就是事奉中有什么事奉 可以做得更多 或者更好 而没有的呢 为什么没有呢 怎样可以有 有些我们可以做得好一点 为什么不做好一点呢 试试想想这些问题 所以听完之后 你回去再看那些大纲 内容回去想一想 我回应出埃及记 我怎么回应这些东西 我一直以试试 四个不要说什么 不要看笔记记不记得 第一个是什么 不要不放 第二个不要不听 第三个不要不理 第四个不要不给 我没有看笔记的 记住 为什么我要这样 有人说 你在砌什么 玩砌图吗 不是我希望这样写 你能够记得 你记得的时候 你要去想 对不对 你可以去想 简单说 为什么我要把这些东西 真的写成广东话 你能够用这些记忆 回去想想这些东西 记住这些重点 然后是什么 记得刚才我说 信了不要不信 碰了不要不碰 记得这些东西 自己回去思想一下 然后写这些问题 那一会儿 那一会儿是否五点半走一堂 五点半就说 李美记 李美记是很难读的 你知道吗 读到真的 自己的限制 真的 我试过读 我读到李美记 真的很辛苦 读李美记 但是李美记有他的教导 好 我们一起祈祷一下 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你面前 真的回到教会 所以我们不只是享受人与神 人与人之间的爱 我们回去也要明白 爱里面是应该有承担的 爱里面不只是拿 爱里面有付出 有私语 因为爱的缘故 我们愿意去放下 我们愿意去听 我们愿意去理 我们愿意去给 所以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你面前 既然这是我们的家 我们就好好照顾这个家 我们照顾神家 照顾人家 我们对神毫无保留 求祝你帮助我们 过一个侍奉的人生 在你面前被主所欲 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字 阿们